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她的唇吻到了喉结 动作越来越放肆 我想你 想到发疯想出国去找你 可我这点工资不够 温热的喘息刺激着江雨的神经 她一口咬在我锁骨上 禁锢在我腰间的手换了位置 以后我出差都带着你 炙热的吻从我胸前缠绵到脖梗 她又吸又啃 动作猛到像是要把我拆骨入腹 不是 重点不应该是给我涨工资吗 我气得在她脖子上咬了几口 江雨挺帅的 是那种高调且有内涵的帅 能睡到她 我得承认 我已经写传了 集团大老板 禁欲戏完美脸 谁不爱 我也爱 但只能在梦里 现实中我连裤脚都摸不到 一年前 平时滴酒不沾的她 在年会上难得地喝多了 而我是那个被她揪住衣服 点名送她回家的倒霉鬼 我战战兢兢地开着她的车送她回家 畅通无阻地送她回了卧室 江雨很乖 哪怕是我没符吻 抱着她摔倒在了她家的大床上 她都没闹脾气 只是这一摔 她衬衫开了 饱满的胸肌和健硕的腹肌毫无遮拦 我承认我是视觉动物 这种倒三角的身材 我很迷 再加上每次她开会时那种严谨的模样 是我很吃的类型 所以当时虽然有些慌张 我还是没忍住摸了一把 再摸一把 她像个乖宝宝一样 在我的脖梗处蹭啊蹭的 蹭得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谁知我这一笑引得她立刻不满地抬起了头 她见眉微醋 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我 我以为她清醒了 那一刻 我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姜总 你喝多了 她眯了眯一眼 嘴里嘟囔着 我没喝多 她看着我的表情十分认真 许久 带着低沉的嗓音开了口 胡淼淼 你想亲我吗 美色当前 我昏了头 想 谁不想尝尝静玉系总裁的味道呀 说完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她亲下来堵住了嘴 她像吸血鬼 我像她的血包 其实 也可以反过来 一吻结束 我以为今晚得交代在这儿了 我都准备好现身了 可她却将我抱得紧紧的 头一歪 睡了过去 我被她抱得动弹不得 只能跟着睡过去 第二天醒来 江宇一脸严肃 我们先在一起 等时机成熟 再讨论结婚的事 我想着她一定是误会什么了 赶紧解释 别呀 江总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江宇看着我 满脸一言难尽地开了口 你嘴都肿了 我一愣 还想再解释解释 江宇打断了我 我一定会负责的 不是 我不信天上掉馅饼 还想解释 可她逐渐不耐烦了起来 胡淼淼 我不是那种始乱中气的男人 我张了张嘴 然后咬了咬牙 不再说话 生怕她觉得我是那种想要钱的女人 当时我想 她只是想先安抚我 再慢慢地找退路罢了 豪门都要行相嘛 生怕别人背后说她不负责什么的 所以我弱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我们可以偷偷的吗 我不想分手的时候 不仅要滚蛋 还闹得人尽皆知 江宇好像更生气了 只丢下一句 随便你 然后我们的地下链就开始了 我一直以为 江宇会在某个瞬间找到退路 然后跟我说拜拜 但是很明显 我看着躺在我身边的狗男人 他越来越不知足了 我起身准备上班 却被他又拽回了床 今天请个假 请假 我全勤工资都才一丁点 我怎么舍得请假 江宇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 不停地蹭啊蹭 我那么久没回来 你不想我吗 想他 想的吧 毕竟他技术挺好 但我倔强地做了起来 江总恕罪 我得去挣钱 哪怕那块八毛的 入不了他的眼 虽然他从没少过我什么 说是地下链 但他私下对我可以说很完美 从物质到身体 他都照顾我照顾得很好 从不敷衍 如果他不是集团总裁 我会以为他是真的爱我 可我们的开始 只是意外 想到这里我瞬间清醒 我得挣工资 工资代表了 我还有社会价值 而不是对于江宇的价值 万一分手了 我能靠的还是工资 江宇虽有不满 但并未抢求 他翻身起床 俐落地洗漱穿衣 我看着他代表的动作 有些发愣 帅呀 太帅了 怎样才能永远留住他呢 有点异想天开 但符合人之常情 长得好看 对我好 还有钱 也足够洁身自好 我不想 可能才有大病 况且 我想他对我应该 还是有那么一点感情的 睡了一年 日久生情也该有那么点了呀 毕竟他每次挂在嘴边的话 就像个十七八岁的上头上年 想我吗 爱我吗 还要吗 我刚到公司上班 就有平时亲近的同事凑了过来 嘴角掩不住地笑 渺渺 今天江总就要回来了 我手上动作不停 然后呢 同事们笑作一团 你猜猜 江总会给你涨多少工资呀 我能说我已经付出口嗨的代价了吗 我撇了撇嘴 不跟我计较 就是万幸了 你们判我点好吧 早会 领导正用电脑做PPT讲解 大家正十分专心地盯着屏幕 而我的手机连着跳出几条微信信息 我跟江宇在一起以来 他除了发情的时候 平时一向克制有礼 我十分坦然地点开微信界面 然后我就没了 六位数地转账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江宇 江宇 工资 我 你要开了我 这辞退赔偿也太多了点吧 比如说N加1 嗯 加N也没这么多呀 我抬头偷瞄他 他坐在主作 表情认真严肃 整的我领导做汇报 都汗流加倍的 他却分信给我发消息 江宇 出轨鼓励金 我 口喊一句 昨晚差点要我命 这鼓励不敢要 根本不敢收 我 这就是个梗而已 老公有钱有言有身材 我超爱搭 亲亲 然后 我看到冰块脸的江宇 好像笑了 早会结束 林哥将我叫到办公室 江总说 让你收了钱 晚上请部门吃饭 然后一脸猛地问我 什么钱 汗流加倍的我 职业假笑 辛苦钱 江总说 这个项目 咱部门辛苦了 个人出资 犒劳我们的 刚要出去工作 林哥又叫住了我 下午会来个新员工 就叫上一起吧 新员工是个 朝气蓬勃的小姑娘 叫林音 一来就热情地 跟大家打招呼 她来的时候 正巧部门许和 正在跟大家八卦 关于江宇今天上班 她白镜修长的 脖梗上满是 稳痕的八卦 大家正在议论 哪个女人如此猛 把高冷禁欲的 江总给啃了 我听了一声 鸡皮疙瘩 正想叫停 林音却先开口了 她的声音软软的 娇滴滴的 大家不要这样 调侃江总了 很正常 却又很不正常 新员工想要快速 融入集体 最好的办法 就是跟着老员工 一起八卦 可她却一脸 娇羞地叫停 那扭捏的样子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你刚进来 怎么就知道江总 许和八卦的眼睛 都在发光 你和江总很熟吗 林音红着脸 低下了头 大家不要再问了 有人发出了哦的声音 大家瞬间瞄懂了 只有我愣在当场 光看她的表情 我很疑惑 难道昨天半夜 江宇出去 让她啃了两口 不可能啊 昨天江宇为了泄愤 可是闹了一整晚 分身也分不出去啊 我们选了附近的 一家日料店 刚准备过去 江宇就出现在了 我们部门 林哥有些诧异 毕竟大老板 是不会莫名其妙 出现在我们部门的 江总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江宇拍了拍 林哥的肩膀 示意他放松 是胡淼淼请我过来 和你们一起去聚餐的 我请的 我怎么不知道 不过当着大家的面 我不能下了老板的面子 我只能呵呵地笑了两声 是啊是啊 我们走吧 日料店里是长条形的桌子 江宇理所应当地 被大家放在了主位 她的右手边做了林哥 而左手边 大家都已经落座 只剩下我和林音 林音朝我笑 苗苗姐 我就不客气了 她理所当然地 坐到了江宇的左手边 她俏皮地朝江宇笑着 一副很熟的模样 江总不会嫌弃我 坐在这儿吧 江宇只是摇了摇头 并没多说什么 大家互相眼神交流 许和靠在我的肩膀上 悄悄说着 这真是江总家的园丁啊 园丁 我没太懂 许和看着我疑惑的眼神 暗暗摇头 凑过来低声解释 不是种草莓的专业户吗 我在桌下给许和 比出了大拇指 真能抽象啊 名义上虽是我请客 可实际大家都知道 是江总出的钱 难得有免费羊毛 大家都很开心地在聊天 而我右手边是林音 所以我只能跟一旁的许和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许和算是我的职场男闺蜜 能帮忙 有担当 甚至难得的 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最重要的是 她很缠江宇 我得时刻盯着她的动静 许和正在评价 我手上新做的美甲 江宇倾壳一声发话了 上个项目的方案 你们部门做得很好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我跟着大家一起鼓掌谦虚 但还是忍不住别了别嘴 有老板的地方 吃个饭都像是在加班 好不容易点的东西都上了 我开始埋头猛吃 直到一旁的林音端的 清酒进江宇 江总 这杯我敬您 她的眼睛亮 晶晶地笑起来 还有两个小酒窝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许和靠在我耳边 又开始八卦 他们感情有多深 全看这杯酒了 谁不知道 江总从来不和员工喝酒啊 许和话音刚落 江宇端起手边的酒杯 干了 许和笑得一脸暧昧 这下丁死没跑了 除了自家老婆 还有谁能让江总这么给面子 其实我也很疑惑 江宇的确轻易不喝酒 哪怕是清酒 想起林音满脸 欲盖弥彰的笑意 我也迷糊了 难道他们认识 难道他真的不只是个新员工 难道他昨晚真的趁我睡着出去 跟他啃了两嘴 我捏了捏拳头 有点生气 但我这身份尴尬 也没资格闹 这会儿我总不能跳出来反驳他 其实江总昨晚上在我的床上呢 难道你也在 所以我只能生闷气 一顿饭下来 因为这家清酒的确不错 大家也算吃饱喝足了 各位的脸上都多少犯了些红韵 只有我越吃越清醒 因为我酒精过敏 每次聚会 我都是众人皆醉 我独醒 独醒的人是最倒霉的 就像现在 江宇伸出一根手指 直接指向了我 开车送我回家 时间不算太晚 我身为唯一没喝酒的员工 送老板回家 也合理 可我是个女的 江总醉酒两次 两次都是我送他回家 而且今天他还当众说 是我请他来的 很难不让人多想 我拿着车钥匙 正想着怎么拒绝 林音叫住了我 虽是叫我的名字 可那水灵灵的目光 却钉在江宇身上挪不开 江总 我有点晕了 可以顺路送我一段吗 江宇没拒绝 走吧 我捏着车钥匙的手指紧了紧 走你个大头鬼 难道你知道 人家住哪儿你就顺路 三人行 我送老板回家就正常了 到了停车场 林音理所当然地跟着江宇 一起坐到了后座 我心里正慢慢咧咧 江宇忽然打开车门下车 坐到了副驾上 后座的林音瞬间红了眼 抱歉 苗苗姐 是我没规矩了 我看着那清纯小绿茶的样子 为了有点不舒服 但我还是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没关系的 你家住哪儿啊 林音报了个地址 我眼前一黑 好远啊 但我不敢说话 车刚驶出停车场 江宇就忽然叫我靠边 我扭头看他 以为他不舒服 可谁知他闭着眼叫了林音 这里很好打车 你在这里下去打车 我累了 想早点回去 我没料到 他会来这么一出 林音显然也没料到 但他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那将总回去好好休息哦 林音搔手弄滋了半晌 副驾上的江宇闭目养神 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他拾去下车 我没多话 开着车回了他家 车在江宇楼下稳稳停住 我伸手戳了戳他的手臂 到了 我正准备开门下车 却被他伸手拉了回去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俯身压了下来 车内昏暗 但他眼神清明 哪里还有刚才喝多了的样子 我伸手推他 你干嘛 快回家去了 我也要回家了 他没有说话 只是额头抵在了我的额头上 凉凉的额头贴在了一起 鼻尖也很靠近 我能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 那里面还带着一丝清酒的气息 如此近距离地闻到酒味 我觉得我有点醉了 他缓缓开口 我都喝多了 你忍心我一个人回家 在一起那么久 我不是第一次在他家住 我曾经有些抗拒 但他拉着我的手问我 情侣住在一起 有什么问题 你要觉得我家不舒服 那我去你家住 这话听得很舒服 所以我妥协了 但我并没有跟他开启同居生活 因为我还是需要我的私人空间 我想他也需要 我们是在恋爱 可以仅仅是恋爱 上了楼 我迅速地换了衣服洗了澡 然后把自己丢在他那张 十分舒服的大床上 下一秒 江雨带着酒气俯身上来 我正要挣扎 却被他按住了手 他酒后的嗓音低沉沙哑 十分性感 如果他这个时候像往常一样 问我想不想他 我一定会直接掉进猎人的陷阱 可他却皱着眉头开口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和男同事走得那么近 你们关系很好 我恍然大悟 他在说许和 我存了心思想逗逗他 怎么 就许你和新来的同事喝酒 不许我和同事聊天 那林音不是还拉了你的袖子吗 他有些着急撇清 我甩开了 他连袖子都没碰到 但那男的还拉你的手 我一脸无虞 他那是在看我的美甲 那是我男闺蜜 我没敢告诉他 是一个对他美色垂涎已久的男闺蜜 他皱着眉头 眉甲 他的目光落到了我的手指上 低调的浅粉色指甲 在灯光下散着温柔的光 他盯着看了许久 然后一口咬住了我手指 这么好看 不许给别人看 我惊呼一声 还想争辩 他冰凉的唇 直接附了上来 他低沉地警告我 不许再狡辩了 胡淼淼 你到底要低下练到多久 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嗯 他语气的小尾巴 精准地勾住了我的心 我醉了 十分没出息地 醉倒在了他好听的嗓音里 我戳着他的小面包 没回答他 反而大胆要求 多说两句 你这酒后嗓还挺好听的 他眯着眼用力 叫着我的名字 渺渺 我的意识逐渐迷失 嗯 你要喜欢 以后我专门喝了酒 叫给你听 好不好 美色索迷 第二天才想起 关于林音的一句没问 本想就此作罢 但耳边八卦 不绝于耳 听说江总今天和林音 一起来上班的 林音竟然没换衣服呢 穿的还是昨晚那件 我有点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许和以为我对八卦感兴趣 直接靠到了我身边来 你昨晚是不是把他们一起 送回江总家了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抿着唇不敢开口 今天早上一条街外舞 就让江宇把我放下了 至于林音是怎么上去的 我还真不知道 而林音则远远地看了我一眼 在另外几个同事的打趣中 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上班时间 大家就别再问了 那一副害羞小姑娘的样子 看我都迷糊了 直接怀疑 昨晚到底是谁喝多了 许和健壮伸手一把拦住我 你老实交代 他们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 我实话实说 我怎么知道 许和微微叹气 脑袋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你就实话实说吧 江总的心是不是被那个小妖精勾走了 我无言以对 但不能沉默 所以我正疯狂头脑风暴 看还能不能想出什么应对之策 忽然就听到一声怒吼 胡渺渺 我浑身一震 抬头就看到 江宇一脸阴沉地站在办公室门口 江总 江宇那样子像是我犯了天条 许和暗暗戳戳地赶紧离我原点 你自求多福 江宇声音冷得像是刚从北极回来 到我办公室来 江宇办公室气压低到可怕 他拿起遥控器 想要把窗帘关上 我一把抢了下来 动作太流畅 略微有些尴尬 于是我朝他呵呵地笑着 就这么说吧 关上影响不好 江宇吃笑一声 你还怕影响不好 什么工作能让同事之间挨得那么近 我扣着手 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我们是在八卦他的事 可眼前的男人真是变脸盲者 早上分开的时候还温柔似水 捏着我的脸含我乖一点 现在冷了一张脸 就差对着我拍桌子了 可看在吃醋使他降制的情况 我还是勉为其难哄上了 哎呀我都说了那是我闺蜜了 江宇咬牙切齿 眯着一双眼打亮着我 胡淼淼 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朝三暮四的女人 我很想叫他打住 告诉他这种台词 配不上他那张霸道总裁的脸 但我不能 因为我若是不劝 他会气到吐血 之前就因为一个小误会 一个我觉得没必要的解释的小误会 堂堂江总喝酒喝到胃出血 我奔去医院的时候 他甚至扭头不看我 我扭头想去跟医生了解情况 他却在我背后恶狠狠地叫我 胡淼淼 你就把我丢下了 你没心的吗 那动静弄得周围人闻之落泪 不知道的以为我是个超级渣女 而那次的起因 仅仅是因为我跟闺蜜打去 有了钱 怎么也要去看南墨跳舞看得够 仅仅是个玩笑 我以为他懂 他以为我扎 所以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我怎么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见窗外没人 于是朝他靠近了几步 想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吗 江宇哼了一声不看我 我笑了起来 我们在聊你真帅呀 我按下李手里握着的遥控器 窗帘慢慢合上 我的手指勾住了他的下巴 轻声笑着 江总 你知道你的长相有多出人心吗 我难得放肆挑衅他 他瞬间耳朵就红了 手指在他下巴上轻轻打圈 你长得这么帅 大家硬要问我 你的心被哪个妖精勾走了呢 江宇有些不自在地咳了两声 咳 上班时间不许讨论这些 不许 可大家都说 看见今早你和林音一起来上班了 林音还穿着昨晚的衣服 江宇眉头一皱 一起上班 他伸手掐了一把我的腰 我和谁上的班你不知道 我呜了一声 江宇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吃醋了 我坦然地点点头 对呀 谁知道你是不是放下了我 又去接了别人 江宇拍了拍我的额头 你这是想公开吗 他拿出手机 自言自语地安排了起来 我开个全体会议 等等 我抢下了他的手机 赶紧改口 我没那么小心眼 和你开玩笑呢 见他脸色缓和 我知道任务完成 我没告诉他许和喜欢的 其实是他 因为我想 他也应该有些危机感 至于林音的是 一个自导 自演的小绿茶 让他先蹦搭吧 我朝他摆了摆手 我回去工作了 我转身的一瞬间 江宇猛地拉住了我的手腕 我被他一下 按在了办公桌上 我有些慌张 我进来的时候没锁门 你干嘛 我看见江宇 幽深的毛子里 全是我 他俯身亲了下来 力度很重 带着浓浓的警告意味 胡淼淼 你系好了 你是有男朋友的 给我和别人保持距离 他有些发狠 一吻告终 他才松开 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手上的手链 硬生落下 我有些无奈 江总 你也太狠了 江宇从办公桌的抽屉里 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 本来回国就要给你的 由于你的豪言壮语 作为惩罚晚了几天 我结果盒子打开 是一条钻石手链 精致别致的款式 还看不出品牌 他取出帮我戴上 我有些好奇 虽然有些破坏气氛 但我还是开口问道 这是什么品牌的 我怎么从没见过 江宇帮我把手链扣好 抬头看我 杂牌 喜欢吗 我举着手在灯光下 看了又看 欣赏着钻石独特的光辉 没有女人不爱钻石 亮闪闪的自带吸引力 我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杂牌做得挺好的 我拉了拉袖子 轻轻在他脸上贴了贴 走了 晚点见 走出办公室 我迅速取下手链 妥善地放回了口袋里 要是让被人看见 我怕是长了多少张嘴 都不够解释的 可要是不带 江宇怕是又要秒变之冷击了 我和江宇之间的感觉 很微妙 我很享受和江宇的恋爱关系 但同时我每到情深之处 我就会想 江宇到底什么时候 会找到他的退路 然后和我分手 毕竟恋爱越谈越爱 陷得太深 我怕会掉血条 毕竟我没打算死缠烂打 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 我应该知道满足 但我需要提前感知 提前准备 从生活到工作 江宇一旦明确说 要分开 我就会离职 我有信心 我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有多加联系过我的猎头公司 还在我的通讯录里 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但最后还是在想 最好还是不要吧 人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但感情不受人为力量所控制 我想我是爱他的 至于他 我想现在的他 应该也是爱我的 毕竟他曾会在我生病的时候 不眠不休守在医院 没感情吗 除非他有病 他问我什么时候公开 我有些自私地想 等我能确定他再爱我 多一点的时候吧 希望我还能等到那个时候 周末公司安排了度假团建 得到通知的时候 我们就在办公室里 怨气冲天 毕竟这相当于周末强制加班 我拿着手机 给江宇发消息 江总 周末是什么黄道吉日吗 没一会儿 他回复我 那为什么团建要放在周末呀 周末你有事 我咬了咬唇 最终还是克制住了 没事 其实周末是我生日 可他不知道是忘记了 还是压根没记 大家都在抱怨 只有林荫娇滴滴地在一旁开口 其实周末躺在家 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的安排 大家不喜欢吗 林荫开口 大家爱着他和江宇之间的神秘莫测的关系 瞬间闭上嘴 他依旧甜甜地笑着 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 要不我 他这招欲言又止 拿捏得十分到位 大家一听 似乎更加确定了他和江宇的关系不一般 纷纷换了一副面孔 没有没有 我们正愁周末找不到地方去玩呢 林荫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低头挽起了手机 五分钟后 公司大群里就变更了通知 时间由周六周日改到周四周五 相当于连休四天 顿时林荫周围围满了人 又是递咖啡的 又是拍马屁的 好不热闹 只有我低头看着手机 充满了自我怀疑 这个林荫从来上班开始 仅靠几句魔灵两可的话 就收买了人心 天天上班玩手机不说 任务从来没完成过 这日子过得不要太好 我虽看不惯 但职场就是这样 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罢了 我正想的出神 许和凑过来 戳了戳我的手臂 我扭头就看见了 他一脸不屑的模样 哼 江宇原来真的喜欢 这种狐狸精 我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象征性地安抚一下 我一直以为 江宇是冷面无私的霸道总裁 原来也是个 会给蠢货开后门的人 林荫来了这么久 昨天才交代他做了一点事 错误百出 跟个白痴一样 还不是我给他善后 最后他还让我背锅 林老大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听到这里 我有些不高兴了 许和曾帮过我不少 我们关系才这么好 欺负到他头上 那也就跟欺负我差不多了 去度假的前一天 江宇飞让我住在他家 明天一起出发 可我不愿意做那个雏头鸟 和江宇同时出现 多惊悚啊 可我也没想过 和大家一起坐大巴下场 会那么惨 我亲眼看见 从江宇车上下来的 是林荫 他下一刻羞涩一笑 然后就蹦蹦跳跳地 朝我们走了过来 抱歉 我来晚了 我的目光越过林荫 落到了江宇身上 他一身浅色休闲妆 光是看起来 就少了几分距离感 等他走近 大家难得地围着 开始起哄 江总 这是要公开什么秘密了吗 江宇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大家玩得开心 我没看他 也咬着牙 跟着大家笑 看样子 江宇的退路真的快找好了 分房间的时候 我恰好和林荫分到同一间 但他略带抱歉地 朝我笑了 抱歉 淼淼姐 我可能要自己住 不然会有些不方便 我自己另外开间就好 我面无表情地 接过他递过来的房卡 转身拉上了许和 正好 我也觉得 一个人住会方便些 转身的时候 正好看见江宇 我朝他点点头打了招呼 江总好 度假的是假温泉度假村 虽然憋了满肚子的不高兴 但我回到房间第一件事 就是换泳衣抛温泉 免费度假 何苦为难自己 还玩刚要出门 门口就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 本想从猫眼看看是谁 却有声音透过门传了过来 虎渺渺 开门 是江宇 我生怕被别人看见 迅速开了门 江宇像一头发疯的狮子 静止 朝房间了冲了进来 那驾驶 颇有桌奸的意味 我虽不明白 但还是关上了门 跟着他走了进去 你找什么呢 江宇看到一览无遗的房间里 没有别人 眉头才稍稍舒展开来 你们部门 林音说他没有房间 说你要方便 非要一个人住 我去 这个丢锅侠挺强啊 我往床上一坐 仰着头看他 你和他认识 江宇一脸莫名其妙 他不是你们部门新来的吗 我意味深长的 哦哦了一声 你们今天一起来是因为 江宇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在路边捡的 他说他没跟上公司的车 又被网约车半路加价 价格谈不好 就把他丢在路边了 我顺路就把他带过来了 江宇边说 便似恍然大悟地举起了手 我和他可什么都没有 只是他坐在路边哭 引了不少人围观 我才顺便戴上他的 我拢了拢身上的披肩 没关系就没关系吧 我要去泡温泉了 说到这里 江宇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的泳衣上 你要穿这个出去 我在他面前转了一圈 江总标准的温泉装好吗 他伸手大手揽下了我 不行 我有点好笑 你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要我穿运动服去泡温泉 会上新闻吧 江宇一把把我丢到床上 你猜 我不知道江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从一个霸道总裁 退化成一个霸道泰迪 我只知道折腾完已经快要晚饭了 有人不停地打着我的电话 我只能用被子捂住这只泰迪 才被抽空接到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就是部门里一个姐姐打来的 开口就是质问 你在搞什么 叫你出来是来团建的 你躲到哪里去了 不来搬东西 晚上自助烧烤 大家吃什么 吃空气吗 这个姐姐一向自私很高 认为林哥是部门一把手 他就是副手 仗着年龄优势 动不动就欺负年龄小的 我忍耐力高 一般不与他发生什么冲突 叔姐 我不太舒服 就在房间睡着了 你们在哪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我把泰迪从被子里放了出来 他还想继续 我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我是个牛马 要干活去了 姜宇一脸没吃饱的模样 有些不高兴 带你出来就是度假的 当什么牛马 带我出来 我差点笑晕 不过我还是认真地 捧着他脸到了血 你真好 趁他被夸迷糊了 我翻身下床 不过我还是要赶紧过去了 毕竟是团体活动 我走的时候 姜宇不太高兴 我总觉得 他像个有皮肤几何症的霸总 没贴够 就难受 我快步朝着活动场地奔过去 我刚到 书姐就开始抱着手 表达她的不满 你们这小年轻 真是爱偷懒 公司出来 是让你们休息的吗 是让你们团体活动的 你懂不懂 什么叫团体活动 我咬着唇 我很想告诉她 我一直都在活动 不信你去问老板 但牛马的基因 在身体里 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我笑眯眯地打断了她 需要我做什么 书姐胖手一指 我就看到了 堆积成小山的食材和饮料 这是全公司的 凭什么 书姐吃笑一声 这是我们部门的 那我们部门其他人呢 书姐不耐烦地撩了撩头发 男人们哪里是做这些事的 他们在讨论项目 我好像忽然调到了 另一个时代 但我不甘心 谁说这些事该女人做 再说了 我们部分只有我一个女的 许和就算了 毕竟按她的说法 披了张男人皮 林音呢 书姐听我这么说 不屑的模样就更强烈了 你该不会是说小林吧 我点点头 对 林音呢 小林可是总裁夫人 你多大的脸 能叫她来干活 你也别不服气 怪就怪你 自己没投个好胎 书姐越说越过分 你只长得不如人 也不知道存钱去整整 平时都是工作上的事 我可以随意一点 但要是这样上升到攻击了 我就不干了 你什么意思 听我的声音大了起来 我们部分的人 陆陆续续围了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 我看向了部门的林哥 林哥 书姐说这些东西 因为我长得丑嘴得一个人搬是吗 林哥眉头一扭 谁说的 这么多东西你一个女孩子搬什么搬 书姐一听赶紧开口 林部长 就是你太惯着她了 出来团建一下午都不见人 让她搬点东西怎么了 谁规定我非得出来活动 老板说了吗 书姐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我 你看看你的态度 你没理解老板组织活动的精髓 我帮你 你还不是好歹 什么精髓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争论间 姜雨已经来了 书姐见老板来 气势一下就弱了下去 但还是很不服气 姜总 就她 不仅上次在群里公然讨论工资 这出来团建 也在屋里躲清闲 姜雨紧抿着唇没说话 林音却在角落里 弱弱地开口了 姜总 苗苗姐可能只是累了 不是故意不和大家活动的 你别怪她 老板娘发话了 大家都明智地闭了嘴 只有姜姐还在一个劲地帮忙 小林你什么身份 你别帮这种人说话 就是惯出来的 姜雨听到这里 目光落到了林音身上 哦 你什么身份 我还不知道 我们集团竟然卧虎藏龙 姜雨此话一出 大家的脸色都变了 纷纷带着探究和疑问 毕竟平时林音给大家施了不少莫名其妙的的障眼法 林音嘴角的笑容也有些僵硬 我只是 是我多嘴了 小姑娘的泪珠子 巴哒巴哒地掉了出来 十分惹人脸 就这个时候 还有不长眼地帮她站了出来 姜总你怎么这么说音音呢 别为了一个外人伤了感情啊 感情 姜雨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这话我怎么听不太懂 谁是外人 谁是内人 林音不是你女朋友吗 姜雨一听 像是听到什么恶心的话一般 眉头深深促起 我女朋友 她的目光环视一圈 最后落在了林音那张已经惨白的脸上 是谁在造谣 你说你是我女朋友 林音可能没想到会和姜雨有当面对峙的一天 她慌乱地摆着手 然后指着书姐就开始推锅 谁说的呀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姜总女朋友 你别胡说八道造谣了 姜总 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这下好了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林音说起话来总是似事非的了 以为她是低调含蓄 搞了半天是假货 年纪轻轻地就这么装 真是人不可貌相 什么不可貌相 那样子一看就是个绿茶怪 许和大仇得报 瞬间也嚣张了起来 你仗着这个身份到处推锅 我就要说 你就是个白痴 连个基本数据都会错得白痴 姜雨一听 大概明白了 当即下了决定 林河 你们部门这两个人 我不想再见到了 书姐已经快哭出来了 姜总 我没有造谣啊 是她误导我们的 姜雨没再看她 开除你是因为你欺负同事 没别的 就是不想要你这样 不利于团结的员工 林音被当众撕了画皮 又被开除 哭着扭头就跑了 姜雨像无事发生一样 拍了拍手 活动继续 看了场完美的戏 我发现我有点不舒服 于是去跟林哥请假 我不太舒服 想回去睡觉 我前脚进了房间 后脚许和就给我送温暖来了 快快快 这个椰耳汤我端了一路 可好喝了 许和看我脸色有所缓和 自豪地拍了拍胸脯 怎么样 还是姐妹靠谱吧 我正喝着 门口又是一阵敲门声 许和赶紧去开门 一定是小姑姑来送肉肉了 她去开门了 下一秒我就听到了 姜雨暴怒的声音 胡渺渺 我一愣 赶紧冲出去解释 可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姜雨就扬起了拳头 朝着许和去了 我没多想 只知道不能闹出 老板殴打员工的新闻 我闭着眼 就挡在了许和的面前 拳头没有倒肉 我在睁眼 只看到姜雨 失魂落魄的表情 她转身要走 我知道让她走了就完了 我一把拽住她的袖子 把她拽进了房间 然后在许和震惊的目光下一脚 把她踹了出去 顺便警告 回去吃东西 什么都没发生 不许让别人过来 姜雨坐在沙发上 恢复了冰山状态 开口说出的话 让我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 我们分开吧 我没想到 这会是她给自己找的理由 但我不打算反驳 她找个理由 也挺累的 我刚准备开门送客 好聚好散 她就又开口了 我很传统 这样的模式 我无法接受 嗯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什么模式 姜雨的牙根咬得紧紧的 她以为她可以淡定 但她最后还是忍不住喊了起来 胡淼淼 你什么身份 你还想找两个男人 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什么年代了 就算我同意 法律也不同意 一定得有个人见不得人 你打算让我坐小吗 一番怒吼之后 她看着我震惊的表情 似乎稍稍平静了些 你舍不得我也可以 我要坐大 我弯着腰笑倒在了床脚 我只觉得她应该要有些危机感 可我没想到她那是大脑风暴 你笑什么 我哪里坐不了大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大大大 你一定是大 姜雨咬着牙一巴 把我拉了起来 胡淼淼 我趴在姜雨肩头 笑得停不下来 我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秘密 你知道许和喜欢谁吗 姜雨呼吸一致 搂着我的手臂紧了又紧 我不管 我不会放手的 我认准你了 我的笑声猛地停住了 你说什么 姜雨从口袋里掏出了个小盒子 她似乎有些懊恼 不停地碎碎念 本来周末团建 就是给你生日准备的求婚仪式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爱你 但你好像不喜欢周末 我本想明天回去再准备的 但是现在我等不了了 你先把戒指戴上 求婚下次再补 她打开黑色锦盒 里面躺着一颗 少说有十克拉的圆形六爪戒指 她半跪在地上 急急忙忙往我手上套 我下意识地说了手指头 面对她 我太自卑了 我可以任由自己掉落在她给的梦里 但有些话我要问清楚 不然我怕这场梦破得太快 我们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姜雨皱着眉头 看我的目光像在看一个小傻子 谁说的 我下意识反驳她 可我们在一起是意外啊 说到这里 姜雨咬了咬牙 你以为谁都能送我回家 你以为我一罪就谁都报 我都那样色诱你了 你都不扑倒 姜雨说着说着 竟然委屈起来 我只有装傻充愣 对你负责 还好你没拒绝我谈恋爱 你应该对我也没那么抗拒吧 我有点不敢相信 你喜欢我 为什么 姜雨气急了 一见钟情 从第一次见你 就一见钟情了 第一次见我 我觉得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是在医院里 那天我滴血糖 你很大气地分了你的一颗给我 你却晕了 晕了 我忽然想起 我是有一次滴血糖去医院 把都离仅剩的两颗糖分了一颗出去 可当时我已经头晕眼花什么 都看不清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姜雨别扭了许久 才说出了答案 上次在茶水间 听到你和同事说悄悄话 说跟老板恋爱不得超声 我是这么说过 但那是因为太缠姜雨的言了 才和同事在茶水间 搞了心理安慰 我们列举了800种 跟老板谈恋爱的坏处 最后相识一笑 就算姜雨再帅 跟老板谈恋爱 也是百害而无一利 这么说着 我们心里就舒服多了 毕竟不跟姜雨谈恋爱 不是因为我们够不着 是因为不稀罕 又是口嗨惹的祸 姜雨捏着戒指 一脸紧张 我一直在勾引 追求你 你难道感受不到吗 跟我谈恋爱 真的不好吗 她所谓的追求 全是色诱 我的确没能抵挡住 姜雨趁我发愣 掰开了我紧握着的手指 把戒指套了上去 她一把抱住我 你是我的了 我和姜雨的婚礼 她准备得很快 她发誓要给我最好的 婚礼邀请函已发出 整个集团的人都知道 我是姜夫人了 许和瞪着大眼睛 就差落泪 女人想不到是你挖了我的墙角 婚礼结束后 姜雨问我 那天你要告诉我的秘密是什么 我捂着嘴笑 我是要告诉你 许和的情敌不是你 是我 于是 我第一次在冰山霸总脸上 看到了裂开这个表情包